韓國總統尹錫悅在接受外電記者採訪時表示 如果在烏克蘭發生大規模平民遭屠殺的情況 將難以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尹錫悅還說 韓美首腦會談 將就應對北韓核攻擊的延伸威懾強化方案進行討論 尹錫悅在路透社19日公開的採訪中 回答有關支援烏克蘭方案的提問時表示 如果在烏克蘭發生大規模平民遭襲擊或屠殺 出現嚴重違反戰爭法的情況 韓國將難以僅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或財政援助 韓國期間的基本原則是 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援助 尹錫悅的上述表態被解讀為 在發生特殊情況時將可提供殺傷性武器 總統是有關人士介紹說 尹錫悅總統此番言論附帶了幾項條件 將此解釋為提供武器援助並不適宜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提供武器援助的可能性不大 尹錫悅還說 為應對北韓核攻擊 相較美國將核武器部署北約盟國的方式 需要更強有力的延伸威懾方案 尹錫悅提及韓美共享核信息和聯合執行等方案 即將舉行的韓美首脑會談 也將就具體的加強延伸威懾的方案進行討論 尹錫悅表示 不會為了政治利益 而突然舉行南北首脑會談